菲律宾船只在黄岩岛海域非法聚集 中国海警果断出击 敢来就敢打 这几天 菲律宾方面派出多艘船只在黄岩岛附近海域非法聚集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海警坚决出手 依法针对菲律宾非法聚集的船只进行了现场管制 从公布的现场视频来看 一艘中国海警船拦住了多艘菲律宾船只 把这些船只拦截在黄岩岛以东海域的仅60海里处 目前这些非法的船只已经全部的失离 话就说回来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 面对菲律宾方面的挑衅 还是要用强硬的手段来回应 大家都知道 现今的中非矛盾不在于中国 而在于菲律宾 无非是中国如何包拢对方 只会好心当做驴肝飞 那中国的善意不当回事 因为呢 菲律宾已经全面倒向了美国 只要美国不放弃打压中国 作为棋子的菲律宾就不会停下挑衅的步伐 在这种背景下 无论我方如何沟通谈判 其实作用都不大 反而会让菲律宾小瞧唠咱们中国 更加变本加厉 既然如此 汉部落硬碰硬 或许能让菲律宾方面收敛一切 好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布局 面对中国与菲律宾的矛盾 我们还需要搞清楚一个基本的认知 两国矛盾的核心 关键在于美国 美国需要一个合理的借口插手南海问题 而美非之间的国家关系就是最好的理由 菲律宾只不过是执行美国战略的一门棋子 随着中美博弈越来越加的激烈 美国利用菲律宾这门棋子搞事情的频率 就会越来越频繁 甚至不排除引爆南海局势 制造出亚太版本的额乌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是不愿意也不敢与中国发生正面军事冲突 但如果扶持代理人与美国打一场代理人战争 还是很有胆量的 在我看来 美国经营阶层对华的战略是通过一系列混合战争 阻碍中国发展的趋势 因为只要咱们中国发展停滞以后 很多内部问题只会更加的严重 迟早会出大乱子 假如局势恶化到这个地步 别说收回台湾地区 内部问题就足够逃疼 这样一来 美国政府就可以出来捡便宜了 事实上这是一套温水煮青蛙的战略 美国摆明了就是要炖煮中国 蚕食中国供养自身 这样才能再为自身的国运续命 所以现在的核心问题 该如何打破美国构建的包围圈 这几乎是当下所有现状的根源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关注加评论 下期咱们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